时间过得真快啊 今年加拿大并不是很平静的一种状态 特别是从1月份到3月份 发布的一系列有关移民留学的政策和措施 让人眼花缭乱 这也让不少人思考 目前的加拿大还能不能过来 那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 我们先来盘点一下 加拿大从1月到3月所做的所有大动作和小动作 我是加拿大的持财移民法律顾问世锦斯 在加拿大20多年的老移民 各位朋友们呢 看完我们的视频可以多多的点赞转发 如果有一对一的问题 想要做咨询 也可以点击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好我们就先来说大动作 那么从今年的1月2上号开始啊 加拿大的移民部长叫Mar Miller 他宣布了新的留学生的政策 内容主要有三点 第一呢就是留学学生的这个签证数量 进行大幅的缺减 缺减到36万 这比去年呢是减少了35% 第二呢就是学签呢 要取得各个省份的省级证明信 Attestation Letter 目前呢加拿大相当一部分省份 已经搭建好这个申请流程了 第三就是工签的限制了 在以前呢 在读加拿大大传和本科院校的时候 配偶是可以申请配偶工签的 有些省份是可以通过夫妻当打的方式 来申请加拿大移民的 而目前呢就有研究生和博士生 才可以申请这个途径 所以呢这个口子 像是狠狠的给缩减住了 紧接呢又在这个3月份呢 移民部宣布减少临时居民的配额 那联邦政府是这么打算的 希望在未来的三年里面啊 将现在加拿大境内的临时居民 所占的人口的比例 从7.5%削减到5% 这大概就会减少差不多50万人 要知道啊 在2017年的时候 加拿大人口只有20%临时居民 现在有7.5%的临时居民 这也是成倍的提升啊 目前呢在加拿大境内的 所有临时居民的数量呢 是260万左右 那什么算的临时居民呢 按照目前的官方解读啊 就包括了学签啊 松壁工签啊 排放工签啊 难民啊 但加拿大可就出了名了 以政治正确为当啊 那如果要削减民额 根本不可能从难民下手 因此啊 剩下的就是学签和工签了 加拿大目前境内 持有学签和工签的 分别在100万左右 可以说如果这个新政 一旦落地啊 受到影响最大的 也就是学签和工签的持有人了 那这个大动作聊完 我们再聊聊小动作 小动作就是部分的省份 也开始调整自己的移民政策了 比如说啊 这个萨省 以前一直都是很多国内的企业家 准备过去通过 投资移民的方式 获取身份的省份 但现在也提高了门槛了 之前是无需 英语成绩 也是可以申请的 现在对你的英语 至少要达到412比5 雅次5分这样 其次呢 得在萨省实地考察 至少5天 而且呢 还得拿着工签 在萨省经营卖 一年以后 才能进一步的提交 省提名的申请 进而递交你的移民申请 但问题是啊 萨省这个地方 人口并不多 李贾拉和萨斯卡通 这两个主要城市 也就30万左右的人口 而这个移民政策 一旦这么修改 它和这个隔壁省的 比如说曼省的区别 海洋省份的区别 甚至阿尔布塔BC省的区别 都不是很大了 那你人家为什么要跑到你这个省 来做商业投资移民呢 对不对 那除了萨省之外 阿尔布塔省也宣布 暂停接收新的AOS项目的申请 这个AOS项目啊 是阿尔布塔省 基于了一别的项目 非常的火热 主要加拿大境内阿尔布塔省的留学生呢 以及雇主担保的路径啊 都是从这个项目进行申请的 尽管呢 也新增了旅游和酒店项目 但这个名额只有可怜的659个 当时刚刚一开放的头一天 500个就被两个小时被抢光了 所以从这个配额来看 从今年来看 也是聊生于无 那么最近BC省呢 也宣布提高了硕士和博士毕业生 移民申请直通车的门槛 那么从明年的1月份起啊 毕业生要有毕业证 一年以上的工作offer 语言达到CLB8 才能够入持 也有可能按照打分来进行邀请 那为此啊 不少目前在这个BC省 就读这个硕士的留学生呢 就起来了抗议啊 跑到这个温哥华的市中心的美术馆的 你举行抗议 反对BCPMP啊 要求政府给个说法 但是我觉得这样行动的象征意义 比实际作用要大了很多 所以结合这些大动作和小动作啊 就可以理解加拿大今年移民政策后面的一个主逻辑是什么的 那个主逻辑就是呢 加拿大的移民政策已经开始趋向保守了 那目前的这些政策的制定和改变 还主要来自于这个小土豆所带领的自由党的手里面 那自由党可是向来鼓励新民的引误啊 但是今年各种削减啊 暂停啊 提高门槛啊 似乎都是和自由党的这个执政理念相背驰的 但是他们这么自己打自己脸的这个目的啊 其实无非就是几样原因 首先就是控制人口的涌入 解决目前加拿大的住房紧张 以及提高人才的引入质量 这三方面的这个背后的原因而发出的 但这样就能根本解决这些问题吗 我认为啊 这根本是治标不治本 而且呢 这种政策上的甩播 小土豆呢 把自己执政政策上的一些失误啊 比较大幅度的甩给了新移民和留学生的身上 在目前小土豆之下的加拿大呀 让很多的本地人都觉得是一年比一年糟 你说他基金吧 他又不限制移民 三年一百五十万的移民配额啊 你说他保守吧 他又在这个国际上上算下跳的 他的经济政策主要一号的就是税收 但今年的碳税涨价闹得天怒人怨 经济搞不起来 也导致这个政府财政的赤字居高不下 除此之外呢 还有外交的关系热化 跟咱们中国啊 印度啊 这两个人口第一第二的国家都闹得不好 物价也高涨 还存在着贿赂的丑闻 那诸如此类 你实在让本地人想不出 特别多还干了什么好事 我是加拿大 实态移民法律顾问市警次 加拿大阿财东东老移民 我们这期的视频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